2022 ProDual Myvi 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大家对这款车都很有兴趣 目前就算是展示厅试驾的车辆都很少 所以这一次我们很有幸的获得了 ProDual 邀请来试驾这个全新的 Myvi 大家想不想知道更换了变速箱之后的 Myvi 有怎样的表现 接下来跟我一起进入这一期的节目 不过在进入正式影片之前 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在外观设计方面 2022 年的 Myvi 其实有非常大的改进 但是好不好看见仁见智 如果是我个人的意见的话 我是蛮喜欢这一次的外观设计 可以看到整个水箱护罩有非常多的镂空 加上这个 Piano Brake 的材质 加上这一次我试驾这辆车是银色 所以它的层次感凸显非常的强烈 而在这个头灯组上面 虽然说它的形状是一样的 可是内建的灯泡全部都变成了 LED 包括方向灯都是 LED 如果是小改款之前 它只有圆光灯跟进光灯是 LED 小灯跟这个方向灯它还是传统的灯泡 至于雾灯座的方面 它加入了这个 DRL 日间行车灯 这个是 ProDual 的车款里面 第一次拥有这个配备 虽然说像上一代的 Myvi 它的 这个头灯组有一个类似 DRL 的 Design 但是其实它是 Position Light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灯 那个并不是真正的 DRL 而这个 2020 的车款呢 是第一款拥有着一个 DRL 的 ProDual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前保险杆的下缘有一个 Piano Brake 的这个下唇 让它看起来的运动感更强烈 至于在车尾的部分改变就不是很大 这个灯组基本上还是跟之前小改款的是一样的 拥有这个 3D LED 的设计 在这个价位的车款里面 拥有这样的设计我个人也是觉得 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它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尾翼 也是采用了这个 Piano Brake 跟这个车身颜色 做的双色搭配 层次感很强烈 然后这边有个电池发开关 打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它的尾箱 如果以 B Segment 的车款来说 这个 Myvi 的尾箱空间并不算太大 官方给出的数据 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 277 公升 但是它有一个强项就是它支援 64 分离的椅背倾倒 这个也是大部分的仙背车支援的地方 如果说你要在大物品的话 这个 64 分离椅背倾倒之后 它可以呈现的空间感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 Myvi 可以在这个 马来西亚市场那么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 Myvi 虽然我们说它是一个 B Segment 的车款 但是在车身尺码方面 它跟同级的对手相比其实是比较小一点的 最接近它的车身尺码的车款其实是 Suzuki 的 Switch 它的轴距只有 2500 它的对手 Proton Iris 已经 2555 了 所以在车长方面它也略小一些 但是这个也成为它的强项 因为在市区驾驶的话 它非常的灵活 引擎的部分 这次 Myvi 的小改款还是采用了 1.3 公升的 Dual VTi 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 Dual VTi 引擎 不过在这一次它们的变速箱进行了很大的升级 在之前的四速自排变速箱已经使用了十多年 所以在这一次它们直接更换了全新的 V CVT 这个 CVT 我们之前有讲解过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变速箱的详情 可以点击上方的消败点 接下来我就直接讲它的技术重点 引擎 马力 扭力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 V CVT 的加入 它的这个加速表现变得非常的凝利 官方给出的数据是 10.2 秒就可以完成 0 到 100 的加速 非常的快 而且这一次 1.5 的车型 它们提供了一个 Power Mode 在按下这个 Power Mode 之后 引擎会一直维持高转速来提供更强大的加速表现 至于实际驾驶起来怎么样 等等我们会说到 这个变速箱跟这个引擎 我个人觉得是未来 Pro Duo 主打的 相信下一代的 Elza 同样的也会采用这个动力配置 如果说外观的改进很大的话 那么内装其实就是维持基本的设计 只是在一些细节处做出改良 例如说这个顶级版才有的皮革座椅呢 它采用了黑红双色的搭配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红色好像有一点多了 有一点点的 视觉效果太过强烈 至于在这个出风口这边 原本的 Myvi 在顶级版本它也是采用这个杜克的材质 但是有不少的车主 complain说就是 如果你在大太阳底下驾驶的话 这个 Chrome 的材质会有反射 动到眼睛其实蛮辛苦 所以在这个顶级的 Elva 版本 他们换成了这个红色的线条 看起来的视觉感受还不错 但是就只有 Elva 用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不是全车系都有这个配备 接下来往下看的话就是这个荧幕 这个荧幕乍看之下一样 但是实际上它的尺寸有增加一点点 原本 Myvi 的荧幕尺寸是6.2 吋 但是这一次升级到了6.9 吋 而且同样的支援这个 mirroring HDMI 的输出 上面还有 USB 的接口 它里面的操作界面也跟这个 Elva 的界面非常的类似 接下来我最爱的 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比起小改款前 这个握杆跟质杆真的是进步非常的多 因为其实它是原子 Prolure Elva 而且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按键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AACC 的控制 没有错 Myvi 是一款不到六五万马币的车子 但是他们居然提供了这个 AACC 主动定速巡航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surprise 但是它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并没有搭配雷达 而是搭配这个立体摄像头 所以它的时速并不高 它可以运作的速度是时速30 最高速度达到 125 至于剩下的安全配备方面 除了最入门的 1.3 版本之外 ASA 3.0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而在这个顶级版本上面 还可以看到这个车侧盲点侦测等等的配备 我觉得这次 Myri 的诚意真的是爆表了 后座的表现 同样的跟小改款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乍看之下这个脚步空间是真的很大 这是没有错的 可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椅垫明显是偏短的 所以我的这个大腿的支撑会比较不足够 所以如果是像我这样身高的人坐在后面的话 舒适感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但是在压迫感上面的处理 这个 Myri 就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它在这边 它有一个三角径可以减低这个后座乘客的压迫感 另外一点就是 还是很可惜 就是它没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但是因为这个 前面的出风口阻挡并不是很大 所以从中央的冷气出风口吹出来的冷气 后座的乘客还是感受得到的 最后一点就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是马来西亚专属的 就是这一个 小勾勾 它可以承受最大3公斤的重量 也就是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门的话 一人一包这个Data Lake 或者是Copyall 你要掉在这边 都没有问题 其实在这个试驾活动之前我对这辆车 最大的期待就是它的这个引擎 因为在Produa的这个预览上面 他没有说过这辆车 更换了这个DCVT之后 它的这个0到100加速 进步很多 进步到了10.2秒 1.5的半分 如果是以10.2秒的成绩来讲 其实它的这个加速表现已经可以 跟City 媲美 所以 我很期待这辆车的 驾驶表现 它的动力会怎么样 OK 我先说这个动力 换上了这个CVT之后 确实在一些 起步的时候的表现会比着一个 4AT 更好 尤其是以前我在驾这个4AT 版本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4AT 有时候要换挡不换挡 会让你整个驾驶感受很不流畅 这个是我很不喜欢以前 9V 的地方 然后换成了这个新的DCVT之后 它在这个 市区驾驶的时候啊 整体的动力衔接非常的顺非常的 流畅 这个是我觉得它这一次进步最大的地方 加上它原本的调教就让它的车辆起步很快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以市区驾驶居多的人的话 那么这辆车的设定可能你会很喜欢 但是这个CVT就是会有一些CVT的特性在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例如讲现在我在高速公路驾驶 我在驾驶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顺顺开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要加速的话 因为它这个是CVT的关系 它会有一种那种CVT rubber的感觉 你会感觉到这个加速很累 你要超车的话会有一点点的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去拉高那个转速给那个动力释放 而不像是4AT 的版本 它会在身材油门的一下子的时候 它会 降挡然后给你更高的动力一推就去了 这个是 两者间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这次Miru的小改款它的改进点其实是在于 这辆车在市区驾驶表现更好 然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就中规中矩 跟这一个 小改款相反 小改款的话在高速公路的话其实还是蛮凶的 因为它车情的关系加上引擎的动力表现也不差 所以它在高速公路很容易的就让这个速度上去 可是市区驾驶的话会因为这个变速箱的设定可能不是那么的激进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那种要改换挡的时候不换挡的情况 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两者间最大的差异 如果是我个人因为我个人是 更多是在这种 普通的市区行驶然后小路走走停停 所以我会更喜欢这个 小改款后的Myvi的设定 OK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整两车的这个动态表现 在原厂的这个预览活动上面其实他们也没有提及说这个车的悬吊底盘有没有进行升级 所以我之前的心里一起是跟之前的表现一样 同样的在小改款前的Myvi我不是太喜欢它的悬吊设定 虽然讲它的操控表现是比起以前旧款的Myvi进步了不少 但是也因为它很讲究这个运动表现所以让它的悬吊变得非常的不舒服 尤其是在这种经过小小坑洞的路面的时候 它的这个悬吊过滤碎震真的是非常的不到位 这个是我不喜欢上一代Myvi的地方 然后在这一次驾这个小改款的Myvi的时候 我有很惊讶的发现它的这个悬吊的这个柔韧性 变得比以前更好 这个是原厂之前完全没有提及的 而且 这个设定我觉得才是原本Myvi应该要有的设定 因为Myvi的设计其余出发点就是一辆 城市小车 很省油很勤快的城市小车 但是之前因为太过运动化 让这个操控表现虽然有进步 但是 影响了它的舒适性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得不偿失 可是在这一代以前Myvi的感觉回来了 虽然讲没有像以前Myvi那样软趴趴的悬吊的感觉 可是 我觉得这个悬吊设定是刚刚好的 尤其是刚才我们是在这个巴图巴汉的这个市区里面驾驶 小路然后 颗路面比较坑洞 那个感觉其实是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惊讶的点 如果你是觉得以前的Myvi太过硬派的话 你不喜欢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小改款Myvi的 悬吊设定你应该会喜欢 但是 有一点要讲的是就是当有时候你在cornering的时候 你可以feel到这个车子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body roll 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避免啦 因为 你要舒适的话就必须要牺牲一些东西 然后这一次Myvi的这个悬吊它走的是这个中庸的路线就是 它不牺牲太多操控 它也不牺牲太多的舒适性 做的是可以说刚刚好 如果就这样子的设定来讲 四驱驾驶真的是蛮舒服的 不过像我现在highway驾驶的话 当你时速如果稍微超过110之后你会 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稳定性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Myvi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家庭设定的车款所以 我们不可能去要求它有很好的操控表现啊等等 我觉得它的定位 刚刚好就是最好的啦 因为大家买车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实际上是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如果今天你买到一台操控很好车但是你一般上你的这个驾驶环境都是在塞车啊 粉红绿灯啊 那么操控载好的车对你来讲都没有用 如果说今天你选择是Myvi的话但是你没人在highway行驶的话 那么Myvi给不到你的稳定度你也会觉得Myvi不好 所以大家要买车的时候真的是要记得你自己需要需求是什么 OK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我对它的ASA 3.0的稍微的体验感想 Myvi的话以前的ASA 从它的ASA 1.0开始到ASA 2.0其实我都有试过啦 老实说这两个ASA给我的感觉就是 虽然说有好过没有强但是这两个真的是当作辅助的可能性极多因为 第一点不是太灵敏 第二点就是有时候它的那个侦测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失误 可是在这个3.0就在我一开始开这辆车的时候它就让我有惊喜了 因为这3.0的灵敏度真的是有蛮大的进步 然后准确性也提高很多 关于这一点他们Produa的工程师是有讲过因为这一台车是 他们更新了它的电子架构所以它的计算会更为迅速 所以它才可以support到这个ASA 3.0 确实啦这样子驾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ASA 3.0的灵敏性跟这个准确性 比起之前的1.0跟2.0真的是好很多 所以Produa是真的是有用心在停销会者的反馈来做出这样的进步 这一点是我觉得很值得赞赏的地方 然后在刚才的高速公路上面我有稍微使用了一下这个ACC主动式定速巡航 因为这个ACC是要在时速30之后才可以启动 然后它的这个最高时速是125 所以我该在110巡航的时候我就有试一下 它的这个准确性跟侦测性实际上都是还OK的 你不需要担心说就是这个系统是不是没有radar会不会不准确什么 其实它的准确性还是有的 只是在刚才经过一段很下大雨的路况的时候 因为 这个 见起的水路很大 所以这个camera很没有办法 去很清楚的分辨出前面 是不是有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管是AEB也好 还是这个ACC 它们都会暂时停止这个功能 它们会提醒你因为它没有办法侦测到前面的情况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提示 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的 最起码它可以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下你这个东西是用不到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什么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影片的内容 就是我跟这个King的初次相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